天后天台湾歌谣演示班 经过十二礼拜的课程 校团队老师误东西误唱歌 12月6号,大家都特别打班 参加主板单位古板的歌唱比赛 来研修学习成功 由天后天教育基金会 天后天语刷电视三重区公司 合办的天后天台湾歌谣演示班 经过十二礼拜的婚礼 以前正是隔队 记得老师丹和平表述 校团唱歌的吉卡都有贴心 穿完的东西送食 现在呢 他本来在唱台湾歌 不过因为像这十二十个后 他们从东西送食 跟台湾歌谣演示 我们现在都在一起 第一点提升他本人自己的水准 第一点从台湾歌谣的水准提高很多 生ہہہہ 即便案 是 methods 希望这 рыje 可是不 sol 是人心 生露 俗龍 你不要 Swing 是哪里 这群 disability 就是我 你这群生 這群游遊 有些天哪 就大 me 海外 有 Am 我受益良多 老師把他所知道的 那個唱歌的技巧 還有那個輕重音 阿咕線道什麼都教得很清楚 所以我們學起來的話 真的受益良多 如果有機會還會想來報名嗎 有 有想 想在 因為我們進步的空間還很大 參加比賽是自在參加 不在賭角嘛 比方心 我也笑 應該很好啊 不過 我聽起來很緊張 這個很緊張 這次比賽參加學員很多 跟送親友團 現場有百多人 比賽繼續到後 也開放觀眾投票 當時選擇票首席 基本是緊張到四個 學員都非常期待 26號 26號 最好比賽各個 全三名是謝梅珍王富逸和鄭愛梅 非常特別是這次民眾投票的第一名 跟民進老師的第一名是同一個人 比賽最好 老師也學了 中眾的人表現不錯 當時也不用了 沒理算學員 要用民眾去看台 很感謝天外天基金會 舉辦這個美麗的台灣歌謠 我們才有機會上台 讓讓我們的膽子 還有工作人員很辛苦你們 謝謝 還有各位評審老師你們給我機會 謝謝 還有那個現場的來賓 不知道今天會得那麼多票 謝謝你們 謝謝 參加好玩無論港無得就 大家都受益很多 有好玩就表示 明日都要繼續參加 來讓自己更進步 記者本更開台華 三中蔡紅布特